马力主义的阶级多金就是人间的智力 完全相信的 用阶级性的消灭人性 是理所当然 从而才会造成 17年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大学教授 大学讲师 中学教师 中学生 大学生 表面上看上去都是文字彬彬的 可是17年 天天看地主怎么不受评价中文的电影 天天看资本家怎么能起彬子 打勾人的电影 天天听的是革命的过去 天天听的是杀人的口号 因为叫萧平的将军 到我的中学来做报告 告诉我们的同学们 我当年在高一 他说 同学们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吗 革命就是杀人 什么叫敢于革命吗 就是敢杀人 同学们敢不敢 我们在底下喊 敢 真敢 没错 你想 17年里 竟然用残酷的密具人性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性的教育 造成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老代女们 把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意理智性这些东西全部打光了 把我们的孔明思想 孔子越人孟子越义 全部打光了 把我们中华民族那边美的全部消灭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声号召在向来尊重老师 尊重导师的中国 学生可以打老师 替女教师花头 甚至可以活活的打死教师 妻子可以斗丈夫 儿女可以写父母大字报 父亲母亲被斗死了 还要跟他划清界限 不给他收尸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五千年 你谁有够这样的先进吗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吗 不是吧 什么来的 十七年 十七年的思想统治 玛丽的思想专制统治 玛丽的教条 玛丽的没有人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宣术 把我们几代中国人变成了 用一句不好听的话来说 连禽兽都不如了 否则你怎么会杀老师打父母呢 政治上 第一 他首先在1949年以后 建立一个 与马教的思想统治的 教证合一的政治制度 用教说马列 好像言辞不合 可是主义是什么 什么叫主义 主义这个是怎么来的 一个宗教 一个信仰的主要的意义 主要的训施 这就是主义 主义就是教 马列就是教 西方的倒退的马列 教与中国的政治权力相结合 最后的结果 就是建立了一个教证合一的 此无前例的 残酷政治制度 这个制度的残酷性 最终的表现在 他设定了思想罪 因为在一般的国家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 即便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 封建的和君主专制的 社会历史过程当中 很少有所谓思想罪的 你怎么想怎么可以立罪呢 我也就不说言论自由了 可是共产党管你怎么想 你不是不参加政治学习吗 他逼着你来参加政治学习 他说你不关心政治 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这样吧 大家都会记得 他建立了这么一个 教证合一的专制政治制度 残酷的制度 第二 他在政治上 恢复了被秦始皇 已经废掉的封建制 什么是封建制的灵魂呢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九十三年间 终于以军宪制 全面的取代了封建制 封口建国 在中国的两千多年历史上 已经成为历史过去的 一个话语了 而封建制的一个要害 就是等级制 什么叫封口建国 就跟皇帝老子 根据他自己的儿子 孙子 从生们 他们的阶级 他们的年龄 那分配给他们 一定的制度下的 所谓国家 封口建国 这些讲究等级 所谓贵重 所谓平民 两千多年 我们中国历史上 有多少贫下中龙 出生的豪宰相 大家应该数得出来 秦始皇之前 春秋帐国 就不讲成分了 那些中文明义的 纵横家们 都是出生平民的 因为有本事 当了宰相 秦始皇之后 有本事 您可以考科举 考上了就是宰相 诸买成 马前破水的故事 妻子看不起他 贫困 离开了他 可是他刻苦失眠 读书 考上了举人 考上了状元 回乡做光 他的妻子 来见他的时候 是满面修长 不能见他 自已而死 这就说明 中国两千都能不讲 出生 不讲成分了 可能共产党四年代以后 就讲出生 讲成分 这个大家都知道 到了文化大军 就更不得了了 变成什么了 叫老子革命 而好汉 老子反动 而混蛋 龙僧龙 凤僧凤 老楚僧 而会打动 这是文革的名言 这是造反派 批诺会上的口号 他全面的 彻底的 大大的 超越了 秦王朝之前的 封建制度 将一种严酷的 等级观念 在所谓的根本名义下 划分的清清楚楚 所谓 成分呢 有成分 不唯一看成分 正在政治表现 在文化大亨 十年当中 我想在座里 一定知道 有多少良商 都可以做英台啊 有多少 罗民欧与朱利益啊 只要你 他和女朋友 他家和海外关系 他和地主出生 他家和富龙 他的父亲 都打完一派 那你家富龙 就会闹翻天了 中国历史上 没有过呀 讲门第 历来有之 可是像在 文革当中那样 像另一样的 划分的 严格的 等级 是没有过的事 红武类 黑武类 后来发展 黑酒类 大家都应该是 自己游行 第三 他 不仅建立了一个 残酷的 教练和一的 政治制度 他 恢复了 以前的 一个残酷的 严酷的 等级制度 他还在 漫长的 17年当中 发动了 将近 16次的 政治运动 进行了 持续的 不间断的 镇压 屠杀 请不吝点赞